同事们,这个短剧有趣吗? 在奇宫这个短剧中出现了几个成语,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真的忘记了,让我们再来看看短剧中的一些片段 请大家先看这一段 好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云游四海,四处看看去 风和日丽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成语 这句成语常用来形容晴朗美好的天气 例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上 我和姐姐弟弟到蓄水池去晨运 请大家再看这一个片段 这孩子真福气 妈妈对他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无微不至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成语 这句成语是表示没有一个细微的地方是照顾不到的 意思是关心照顾得非常周到 例如,在医生和护士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婆婆的健康渐渐复原了 请再看这个片段 第三个成语是志同道合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志同道合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志愿相同 想法、做法都很接近 例如,哥哥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学摄影 请注意 志同道合一般用在好的事情上 不用在坏的方面 接下来,请看这个片段 那,我们应该把乐于助人的精神发扬光大 要是人人都爱护别人 关心别人,就天下太平了 第四个成语是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的意思是 使一种精神、作风或传统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也就是说 使好的事物更加显著盛大 例如,华人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 应该发扬光大 请再看这个片段 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 倒像是考到一百分了 最后一个成语是 兴高采烈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非常高兴 精神饱满 例如 同事们像给自己开生日会一样 兴高采烈的庆祝孝庆 好了,同事们 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前 请你们做下面一些练习题 第一题 妈妈的照顾着生病的孩子 一、风和日丽 二、志同道合 三、发扬光大 四、无微不至 第二题 署长说 警民合作的精神应该加以 一、得寸进尺 二、发扬光大 三、无微不至 四、性高采烈 第三题 陈先生和王先生 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 一、志同道合 二、发扬光大 三、无微不至 四、不约而同 第四题 今天 同事们到景色迷人的海边野餐 一、性高采烈 二、争先恐后 三、风和日丽 四、志同道合 同事们 这些题目都不难是吗 请你们把答案写下来 然后跟同学对一对 如果错了 请老师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们 好了 这个节目就到这 下个节目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同事们 这个短剧有趣吗 在奇功这个短剧中 出现了几个成语 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真的忘记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 短剧中的一些片段 请大家先看这一段 好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我云游四海四处看看去 风和日丽 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成语 这句成语 常用来形容晴朗美好的天气 例如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上 我和姐姐弟弟到蓄水池去沉运 请大家再看这一个片段 这孩子真福气 妈妈对他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无微不至 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成语 这句成语是表示 没有一个细微的地方 是照顾不到的 意思是 关心照顾得非常周到 例如 在医生和护士无微不至的照料下 婆婆的健康渐渐复原了 请再看这个片段 我们两个志同道合 专来打抱不平 帮助有困难的人 第三个成语是 志同道合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志愿相同 想法做法都很接近 例如 哥哥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学摄影 请注意 志同道合 一般用在好的事情上 不用在坏的方面 接下来 请看这个片段 那我们应该把 乐于助人的精神 发扬光大 要是人人都爱护别人 关心别人 就天下太平了 第四个成语是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的意思是 使一种精神 作风或传统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也就是说 使好的事物 更加显著盛大 例如 华人刻苦耐劳的 优良传统 应该发扬光大 请再看这个片段 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 倒像是考到一百分了 最后一个成语是 兴高采烈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非常高兴 精神饱满 例如 同事们像给自己 开生日会一样 兴高采烈的 庆祝孝庆 好了 同事们 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前 请你们做下面一些练习题 第一题 妈妈 的照顾着生病的孩子 一 风和日丽 二 志同道合 三 发扬光大 四 无微不至 第二题 署长说 警民合作的精神 应该加以 一 得寸进尺 二 发扬光大 三 无微不至 四 兴高采烈 第三题 陈先生和王先生 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 一 志同道合 二 发扬光大 三 无微不至 四 不约而同 第四题 今天 同事们到景色迷人的海边野餐 一 兴高采烈 二 争先恐后 三 风和日丽 四 志同道合 同事们 这些题目都不难是吗 请你们把答案写下来 然后跟同学对一对 如果错了 请老师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们 好了 这个节目就到这 下个节目再会 对 下个节目 下个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